黃麗成的變形金剛時間第44集 CW合體戰爭系列 美版D集警車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黃麗成的變形金剛時間 這是我們第44集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黃麗成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呢 一款對我意義非常重大的一個玩具 這款CW合體戰爭系列的警車 也就是第4波汽車合體的手腳 我是手腳收齊的 不過至於本體的白刻我是還沒有收到 不過這一款也算是讓我非常驚豔的一款 我們現在說說看他的故事吧 這個是有那個護膚騎車先生在那個 Facebook的社團PO出來賣 然後就500塊就含運 然後就覺得他整個造型來說還算是還蠻喜歡的吧 所以就把它給購買下來了 這個由於是跟那個護膚騎車先生買的 所以意義當然是非常重大 以及我拿到之後 整個玩具的一個表現的話 讓我是非常驚豔啊 我們首先先看到一個盒子 還有這個玩具的漫畫的一個部分 盒子的話呢 就看其他的迪拉斯級的一個盒子 是差不多的 以及他這個人物的一個本體的一個部分 至於這個漫畫的部分呢 這個臉的話是 我個人覺得他這個臉的話 還比較像是那個洛迪文的一個臉的一個樣子 而他這個玩具本身的一個臉的話 是完全不同於他這漫畫的一個風格啊 如果說這個漫畫風格是一個火爆 以及一個年輕的一個新少年的話 那這個玩具本身的話 就是一個冷靜沉著的那種 名偵探的那種感覺吧 至於其他的一個部分的話 也就差不多這樣吧 然後裡面的內容的話 不過我比較想要問的是 他這個好像是說是一個IDW的一個 一個漫畫吧 不過我還是搞不太懂那個IDW的一個故事的一個情節 因為這個英文我是完全不會翻了 以及這個應該是金破 就格威龍以及這個亞西吧 但我還是搞不太懂這個裡面的一個劇情的一個走向到底是如何 所以沒辦法跟各位做一個這個劇情走向介紹 以及這個巡迷者就出現了 這個巡迷者在這個漫畫中看起來比較像是那種老者的一個樣子 所以的話和玩具本身的一個風格的話又結然不同了 而至於這個巡迷者之前也有那個不少位幾位那個大大在那個社團裡都有PO他的一個改造文的一個部分 而我打算之後也來做一個改造吧 因為這個改造的話 勢必是會比較好看的 就漫畫部分的話就大概是如此 那我回到玩具本體 玩具本體先看一下他的身高 他身高和之前變色的底拉斯幾位的話是差不多高的 所以的話在身高方面算是合格OK 以及他這個武器的部分 武器的話呢是一把類似這種 我個人覺得這種應該是這種獵槍之類的吧 我個人對武器不是很了解 不過這種東西這個好像常常在一個什麼電影裡面出現的那種獵槍吧 然後是一個三管的然後就白色 所以的話就只能這樣子吧 然後但是握在手上是OK啦 不過我個人覺得握在手上的話是感覺還好啊 算握在手上的時候是霸氣度是有啊 但是覺得這個巡迷者應該要有一個什麼炮彈之類的 我個人覺得他這個如果不作為手腳作為一個單純的一個玩具的話 他如果有加裝一個肩膀的話然後武器的話再加裝幾個 會是一款非常好的玩具 因為他這個模子本來就是非常的好啊 那我們現在先把武器拆下來 我們先看玩具本體的部分 玩具的話呢背包的話還是有啊 不過還算OK吧 從後面看起來就是一個大龜殼 不過很高興的是這個空洞處的話是幾乎沒有啊 然後從這邊看的話也是沒有的 不過就是這個 手腕內部的話就非常可惜啊 就整個造型來說是非常的好看帥氣的一個景車吧 我們再來看到頭雕的一個部分 頭雕的話呢主要是一個銀漆以及白色的一個漆面 然後這個紅色的漆的話是塗在這個白色的零件上面的 這個臉型的話是很好看啊 就是一個年輕的一個少年 然後又有一個非常冷靜沉著的一個樣子啊 然後至於這個 眼睛的話並不是一個透光劍 是一個 我個人這樣子看起來比較接近深藍色的一種眼睛的一個塗裝 這個塗裝就真的很好看 然後頭部的一個可動的話也可以稍微的往下低頭 然後往上看也OK 然後頭是一個球型關節所以的話是等等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它造型方面最可惜的呢就是它的腳啦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腳的話是絕對是不合格的啊 這個 雖然它腳板算大 但是往後倒的一個機率還蠻高的啊 因為它這個沒有足夠的一個接地啊 各位可以看到就很容易往後倒啊 我個人看了一下這個 各位看到這個下面完全空洞啊 不過應該沒有人從這個下面看過去才對 是有人將一些那個 類似樂高的那種零件架在這個下面 再形成另外一個腳掌 因為這個真的是不及格的一個腳的一個樣子啊 不過這個上面有上一個藍色的這個 淺藍色這個器的話倒是很好看 很有一種開甲的感覺吧 然後這邊的話就黑色的漆還算OK 然後這個手的部分呢是一個黑色的塗裝 然後是一個洞的一個造型 然後你從旁邊看的話就還算OK吧 並不是一個門班手啊 所以它算OK 然後這一片就 就是因為它的肩膀有這兩片的關係 那種覺得是整個帥氣度的話 都有一個更大的提升啊 不過跟各位說它這個 各位看到這一塊是可以翻起來的 這一塊是變形需要的 然後讓我看到這個翻起來的時候 頓時想到領袖的一個那個 經典開箱動作的那個 拿出領導模塊那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真的還蠻像的 那我們來講到這個可動部分 可動的話呢 手臂的話是一個大球關 然後平舉的話OK 二頭肌是在上面一點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話也有一個軸部的關節 可以舉超過90度一點點 然後手腕的話沒辦法轉 腰的話呢可以轉 而且這個腰轉的呢 那個位置的話還算適當 並不像其他的幾位有的 有的腰太低或有的腰太高啊 所以這個配上腰的一個旋轉 然後這個巡弋者的話 這真的非常帥氣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一個球關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旋轉關節 所以二兩腿做得出來 然後這個軸部的話可以 關稍微的超過90度 櫃姿的部分呢還算OK 做得出來 這個就很了不起啊 然後再有一個 這個 鋼鐵人的一個POSE出現的話 這個絕對是非常讚啊 而且因為你從這樣看過去的話是 完全是沒有空洞的啊 說這個地方以外 不過這個地方算是可以省略掉 所以這樣 我個人在擺POSE的時候 非常喜歡擺這個樣子啊 呃 這個 跟各位說說個小故事吧 因為 我後來看了一些 不少改造的一個樣子 以及塗裝 我個人是非常想要趕快塗這一隻啊 所以就 先跟各位先做個影片 然後做完影片之後 就趕快再塗裝這一隻啊 因為這個 我非常期待我塗裝之後 它會是呈現是一個什麼樣子啊 呃 不過跟各位說一下 我個人目前找到的這個 白武器的一個方法 除了 你按插 按插在手上 以外 其他的武器的方法 幾乎是 我個人是找不太到 或是 你把它按插在這邊 可是這樣的話 就 你在收納一個背包的部分 就會多一截出來 所以這個武器收納的部分 它算是一個不及格的 呃 還是你扣到後面背包的話 也是不太行的啊 所以的話 武器收納的部分的話 是略為可惜的一個啊 所以它整個 我個人是不會把它變形成這個 合體石的手腳 因為這個 造型來說 它是真的非常帥氣啊 然後你在玩一個 它自己 在玩一個本體的時候 你是 不會覺得它是一個 合體石的一個手腳 呃 那我現在就來進行它的一個 變形的過程吧 呃 首先啊 當然要先把武器先給拆下來啦 然後 我們就先變形它一個 嗯 手部的一個部分 手部的話很簡單 就把它的手 收進到裡面 空洞出就行了 而它這個手部有一個 非常難驚艷的地方 它是以一個 這樣子卡扣的一個方式 不過是 不過是塑膠磨塑膠水 有的時候這樣磨下去 還蠻令人擔心的 然後 另外一邊的手也是 然後 各位看到這邊的話就 拼圖 把它給拼起來 另一邊也是 然後 藉由它這邊 有一個 關節 把它整個肩膀給往下提 往下提 之後呢 我會比較喜歡 把它的頭給往後轉 這樣它會看起來 比較好看啦 就不會讓它的頭吃土 然後再依靠它這個 後面的一個大車頭 一個關節和兩個關節 把它給往前翻 然後這邊的一個卡扣 要把它給往下扣 然後這一塊零件 要把它給往前翻 然後這一塊胸口的零件呢 也要把它給往前翻 這往前翻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 會感覺會比較緊實 到要注意一點 就把它翻住 蓋住它的一個頭啊 然後 然後 這個 人形的腳的部分 就先把它給合併 然後 這兩片 這邊是可以打開 這裡面完全空打 把它這邊的一個卡扣給鬆開 各位看到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這邊的這個凹 然後呢 把它這個 腳的部分 依靠腰轉 把它轉180度 然後再依靠它 這邊是它的一個軸部的 腳 膝蓋的一個變形 就是 應該說 折的 彎曲的一個部分 而這邊又有一個錨釘 各位看到 所以要依靠這邊 錨釘的一個關節 來 驅動 就把它給往前翻 然後蓋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兩邊 這兩塊零件 就把它給 蓋起來了 這麼一台的話 這個 CW 合體戰爭 美版 迪拉斯基 這個 警車的一個變形過程 就算 變形完成了 這個 警車的這個 名字 名副其實 它就變形成一台警車 而這個 警車好像也是有另外一個名字 是叫做 巡逸者吧 這巡逸者好像是 他 我在玩之前有一個 變形金剛 另類的一個 手遊石的一個 叫法吧 呃 我們先拿它 和另外的這個 飛毛腿 來做一個比較 就 還算OK吧 這個 波犯標示都印在前面 然後 玻璃部分的話 也都是用一個 藍色 淺藍色的一個 漆 塗上去 呃 不過我個人 覺得很可惜的是 它這個飛毛腿 美版的 它這個是有上銀漆的 可是這個 巡逸者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給它上上去 這個 比較可惜的一個部分 而這個 巡逸者這種 車型 這種警車的車型 在我們台灣應該是 看不到的吧 這種應該是在國外 美國啊 之類的 這種警車的樣子 比較 屬於那種 跑車型的那種警車吧 然後 武器的部分呢 是就 但是 放在這上面 不過這個 很蠢的一個擺放方式啊 所以的話就算了 然後 它這個滾動器 啊 算是OK 然後後面的話 有一個 這個變形成 手腳石的一個插孔 你 姑且可以當作它是一個 噴射的一個 馬達吧 然後你翻到下面 你看的話 除了這一塊零件 你 很少看得出 它是一個 機械生命體啊 因為它的手部部分的話 也隱藏掉 然後下面一個 開甲的部分的話 也還算OK 所以的話你 而且你 從 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算是看不到頭的啊 所以它這一點 算是還蠻OK的 我想 剛剛那個燈 突然 有點 當機一點 呃 再來 還是回到這個 巡逸者身法 這個巡逸者的話 我個人覺得 真的非常好看啊 所以的話 整體來說 真的算是非常不錯吧 這個 算是我 這個 合體戰爭系列裡面 迪拉斯奇 玩到現在 最喜歡的一個啊 因為 第一是它這個 角色的話是 我個人覺得還蠻OK 也蠻讚的一個角色 就冷靜沉著的一個 類似科學家的一個角色吧 然後 可動方面 和造型的話 又很好 然後我之前也跟各位提到 它造型如果不好看 但是可動方面很讚的話 我還是會錄這個 然後 現在看到這個造型 可動一個 以及一個變形方面的話 都還算OK的 我是幾乎是完全 不會想要把它變形成一個 大型合體機缸的一個 手臂的一個部分嘛 不過 這個 可能之後 因為這個 我個人是不會 今天是不會在這一集裡面 做它一個變形成 手腳的一個過程 所以的話 可能之後 大概 36或是 37集 的話 會再錄一個 它變形成 手腳 然後和 上次介紹的 那激光砲 以及 其他的這個 汽車四肢 變形成一個 激光砲背後的那個 那個 計算網的一個 變形過程吧 那麼 今天的節目就先 進到這邊 謝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麼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黃莉成的變形金剛時間第44集結束 黃莉成的變形金剛時間第44集結束 黃莉成的變形金剛才 黃莉成的變形金剛才